嗯 會辣的 韓國人真的不可以放棄辣的東西 我覺得冰冷的話 或者加一點冰 很像的 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要來跟大家開心 食品 原來有一個食品在韓國都熱了幾個月 我們最近才知道 就是 舉藥 幾個月之前 舉藥麵已經變得非常流行 那麵熱起來之後 然後又延伸了一些其他的食品 這個所有東西都跟我的brand 叫做 他們是比較早期推出這些舉藥食品 其實大家知道嗎 韓國其實是比較流行網購的 本來我是打算網購的 但誰知我click入他們的網發現 是什麼都不能買 所以要特意去Olive Yung 才會找到 這次在Olive Yung買到 有穀物飲品 有優格味 還有番薯味 然後有零食 就是雞胸肉薯片 我覺得好可愛 然後這裡有一個 朱古力巴 減肥食品裡竟然出現朱古力 然後重點就是這兩個 這一個就是 舉藥PB醬 舉藥咖哩烏冬 不知道我覺得就這樣看 我覺得好像蠻好吃的 所以現在就來開箱 首先我想吃這個 雞胸肉片多一點 它這個是蒜頭 和菠菜味 應該會很好吃 它後面是寫著 100%用國內產的雞胸肉 它不是用油炸的 它是用焗爐去焗的 所以會變得非常脆 你當它零食是沒有負擔 減肥的時候你也可以吃得很好吃 而且是跟啤酒非常之交 既然有沒有喝啤酒的時候 為什麼要吃這個呢 我會吃薯片 還有它這個設計也很細心 你看它下面還有一個牙 直到你上下你又再撕 那就很方便 很貼心這個設計 我覺得你更細心 很香啊它 但是它這個香 我覺得有一種蒜頭放了很久 我覺得它這個蒜頭香味 不是令你吃肉大蒜的蒜頭香味 它也不像雞胸肉 嗯 是不是真的薯片的感覺 那它跟一般薯片是不同的 它是做到薯片很脆厚 是真的挺脆的 就是它是厚身的 有一點像吃豬肉乾 豬肉脂 那種感覺 它有豬肉的味道 它不像雞 但是它有沒有寫剩下的豬肉 沒有啊 它有寫68%是雞胸肉 挺美味 會想吃啤酒 因為我覺得它有點乾 它蒜頭不是挺重的 但是菠菜味我不覺得 哦 吃不到菠菜味 完全沒有菠菜味 現在要開這個 Original & Cheese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好吃一點 因為芝士 嗯 我自己吃的時候 本來也是喜歡這個 它聞起來 那個味道很溫和 比起這個 買相對差不多 它原來真的有私金匙 它沒有騙人的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極度喜歡吃芝士的人 就覺得它不夠 芝士味 如果你是很努力減肥 如果你想掛口飲的話 我覺得它是OK的 它也有那種 我現在在吃零食的那種感覺 兩種都是甜鹹甜鹹 芝士好吃的 其實真的是喉乾的 所以接下來就要試喝這個 穀物飲品 先試這個優格味 它這個是積蔥飲品 就說把水倒進去 到這條線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後就去Shake 好香啊 它是Greed Yogurt 它真的 很香的味道 好 然後打算倒出來給大家看 為什麼這麼濃的 它好像是奶色那種質地 裡面的穀物都很濃 好 試一下 嗯 好味 好像在吃乳酪 真的你買一杯乳酪回來 再加一些脆脆下去 其實我想說它的味道很甜 它糖有22g 有點過分 你會覺得 我覺得好吃 是好吃 真的好吃 多一點水 但現在這樣加了水 然後稀了它就變了是飲品 試一下 但這個味道很甜 是不是我的問題 不喜歡喝太甜的東西 我覺得韓國的也覺得太甜 例如 everything 這個就是番薯味 這個比較稀 糟了 我不是因為加了水 但也很甜 它就像番薯奶 但它的味道也做得很像 其實是蠻好吃的 所以應該是要給它原定 加少一點水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個真正乳酪口感的味 沒錯 好了 吃完餐飲料 就要來吃主食 它這包就是那個劑鹽羊肉醬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蒟蒻麵 其實我忽然想起我以前 是有吃過蒟蒻麵 但我忘了是韓國牌 還是其他國家的牌 然後你看它的麵 都是特意做到 真的好像皮皮麵的那種 幼度 然後旁邊是咖哩糊 這包就是咖哩 然後它的糊洞 是極度幼的 我們就處理了它 再回來 咖哩聞起來很像日本咖哩 其實它這些咖哩真的來自自己的醬 嘩 超級香 這個咖哩叮了兩分鐘 立即咖哩 看見到嗎 混合均勻 減肥吃到這個 我覺得會很開心 因為本身這個應該是很高咖哩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它份量也算多 如果你當它是一個直吃麵 咖哩比我想像中 沒有那麼濃味 其實又不是像日本咖哩 是韓國也有很多那些三分鐘咖哩 它有一點點辣 它的辣度是新辣麵的辣度 它的牛肉粒很sweet 不知道吃完會不會飽 但是我覺得滿足的 以剛才的飲品來說那麼甜 我就會期望它的食物應該會比較濃 但是它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濃 你試試看 它很香 我覺得是高分的 然後就是這個 皮麵麵 它看似很辣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混合了之後 跟普通的皮麵麵真的差不多 用賣相的話 我覺得可以耳架亂震 聞下去的味 都是皮皮麵麵的味 它是辣的 韓國人真的不可以放棄辣 但是它還是有一種水水的稀稀的感覺 你會覺得味道夠濃 但是它沒有那麼濃 我覺得冰冷的 或者加少許冰 我覺得這個比解烏冬 像的 我覺得這個比解烏冬 雖然大家都是舉躍 兩個吃下去 如果你認真吃的話 面爽爽的 有一點點煙韌 剛剛吃的烏冬是 因為剛剛它叮熱了 所以舉躍可能會變軟 這個我驚訝 它有種爛麵的質地 最後就是甜品時間 巧克力吧 我相信它應該也會是挺好吃的 嗯? 這麼硬嗎? 它比我想像中硬很多 但是你覺得它的巧克力味濃不濃 比想像中不濃 它有足夠的巧克力味 它可以煮得脆 硬不好的人會有點辛苦 認真 哈哈哈哈 它的味道OK的 都是好吃的 所以如果讓你選一件 你最喜歡的 你會選什麼 那最驚訝的一定是 我以為你會最喜歡的雞胸肉 好吃的 過得厚人的 但是它實在太像那個豬肉質 可能因為之前吃過豬肉質 所以你吃過有類似的感覺 但是這個 我本來預測它是很淡 然後不是特別好吃的 但是它剛才第一次 我真的完全驚訝 是驚訝的 我知道我一定會吃喝 我覺得尤其是因為它 這樣帶出膠 我只這樣加水就可以混合 這件東西是很加分 所以我自己最驚訝這件東西 但是其實我覺得 全部東西都好吃 但我相信他們還有一件東西 很有名 就是 但因為全線都沒有貨 所以我們是買不到的 我覺得應該都會幾次年糕 吃下去 它應該那個醬 應該做得同一種辣炒年糕 對 應該是一樣的 但是問題是 我很好奇那個口感會是 會不會好像年糕那麼堅硬 但是原來剛才Janine跟我說 原來現在香港都可以買 然後我剛剛上網看過 還多款過韓國有的 有機會可以試一下 這個不是廣告 剛好一個資訊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呢 你覺得哪個最好吃 但是如果以驚喜到 我還是覺得 然後比較不推薦是 朱古力巴 因為牙齒真的會軟 好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了 其實我現在飽了 剛才我本來以為吃這些 會不會飽 但你每人都是吃一塊一口 可能是那個暫時的飽覆感 可能一小時後就會餓 我不肯定 那今天這個開箱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Bye 在這裡 我們下次見 過幾個字 我們下次見 不見 我們下次見 從哪個字 那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